欧洲自2021年起通膨危机明显升温 法国也深受其害 有以生活物资和油价感受最为明显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 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去年法国的通膨率来到1.6% 是2018年以来的高峰 原因除了包括全球对能源燃料 和原物料需求的增加外 2021年起经济开始复苏 制造业成本上涨 也推升物价持续上扬 它不停止增加 氛围、油、氛围、氛围 全部增加 而为人们赢了氛围 就像我 这变得更加困难 像鱼 我们是吃鱼 油 鱼 鸡 然后这些增加 像鱼鱼 是相当好市 增加 物价上涨的难题 也成为法国总统大选的聚焦重点 据法媒报道 通膨和购买力 名列民众最关切的总统选举 三大议题之一 政府为减少通膨对购买力的冲击 除了自去年9月起 向低收入族群发放能源支票 限定能源价格涨幅不得超过4%以外 10月也宣布将向月收入2000欧元以下的民众 发放100欧元的通膨津贴 和缓解民众生活压力 我现在有购买的民众购买 去年10月 100欧元 所以这带有带来 但不必是每个月 或是增加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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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管如此法国的通膨野火 预料短期仍难交习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主席泰维尼耶 就在日前公开表示 通膨现象势必还要持续数月 预计到今年年中 通膨仍将维持在2.5%以上 中央社记者曾庭轩巴黎报道